那么所谓千丈只是说它很高了 究竟多高也不是正好一千丈 只是看众生的根性所见不同 卢神罗就是报身佛 翻成中国话就是静瞒 一切烦恼究竟断境就是清境 一切功德究竟圆瞒就是瞒 这是根据就义啊 旧义华严经东京翻译的华严经 都称作卢神罗佛 新义八世华严 唐朝十三南陀所翻译的八世华严 统统都叫做毕露真罗 毕露真罗 我们平常念的供养咒里面 所谓清净法身毕露真罗佛 圆满报身卢神罗佛 以卢神罗为报身 以毕露真罗为法身 这是一种方便的说法 实际上旧义叫做卢神罗 新义叫做毕露真罗 新义毕露真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光明变照 光明变照 所以密布的一部大经叫做大日经 它那个大日就是光明变照 两种经文对照起来 它说的用意是相同的 可见并不是说 毕露真罗一定是指的法身 卢神罗一定是指的报身 这不一定是这样子 指是方便分别 佛有三身 法身用什么名称来定呢 只好称他毕露真罗 因为毕露真罗 他把它翻成光明变照 法身就是光明 智慧光明无处不变 数穷三级横变十方 这就是法身 法身的 它那个表现呢 就是如此 法身只能用这个光明变照来表达 因为它是无形无相的 法身无相 没有办法表达 只好用光明来表达 所以光明变照称为法身 实际上毕露真罗也是报身 卢神罗就会叫做进门 因为烦恼断尽 功德圆满 这正是报身的真意 那么报身就是有此无中 清正之后 以后就是永久无量寿 没有中疗的时候 一正远真了 一旦正道了永久正道 好像这个真经 从这个金矿里面 把它挖出来之后 提炼成就成为真经 存经了 既然成为存经 永久是存经 它绝对不会再回到金矿里面去 所以这个报身佛 就是好像炼成的真经一样 这个道理在圆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的 那么这个进门就是好像那个清静的纯经 功德已经完全圆满了 这个经是纯粹的 烦恼完全断尽了 它金矿里面的沙子杂质整个已经淘汰清经了 所以叫做进 因为这个意义说它是报身 这也是何复报身的意义的 因此就以卢身方便说为报身 实际上 报身法身 都可以用卢身 毕露真来表达的 释迦牟尼佛出床佛之后 在菩提硕像 说华严经的时候 是现的报身佛 印华身的佛 它是藏六老笔秋相 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是印身佛 报身佛的相好 那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华严经里面有 如来十身相还平 如来十身相还平 那就说明这个报身佛的 这个相好庄严 无穷无尽 那么不像这个印身 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 所以它有所谓藏成相好 好像在华藏世界 摸成为成 一粒为成算作一个相好 那么多的无量无边的相好庄严 那是报身佛 华严经里面 有说得很清楚的 现在这里就是说佛 在菩提寿下献报身佛 说圆满圆满修多罗教 没有缺少就是圆满 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 修多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弃经 如果按照它的原意 按照印度法翻文的原意 应当叫做线 因为这个经就好像如线灌花 印度人喜欢做华门 用线灌穿这个花 一朵一朵的花把它灌起来 就不会散落 佛经 佛说的法 用文字写起来 好像线灌花一样的 就不会散落 所以需要节级 那么按照原文 如果翻作线的话 线在我们中文里面 并不雅 例如说佛经 你不能称作线 例如说阿弥陀线 金刚波线 那好听吗 你听起来觉得很怪 华言线 法华线 不是很怪的声音吗 所以这个线在中国 没有这个尊称的习惯 听起来不雅 那么应当翻作经 经 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佛反面来之前 就有这个习惯了 圣人所说的言教就叫做经 圣贤说的 他的言教把它记下来 那就叫做经 但是实际这个中文 经也是线 经为 比如说一块布 横的线 竖的线 那就经为 所以这个经本来也是线 不过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它是弃经 因为佛法 它是弃离 弃积的 佛说的法 上弃 诸佛之礼 下弃 众生之积 弃 弃 弃积 所以叫做弃经 弃何以 诸佛之礼 弃何以 众生的根基 如果单弃离 而不弃积的话 没有作用了 例如世间人吵架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张三跟李四吵起架来 张三说的张三有礼 李四说的李四有礼 但是都不弃积 对方听到都不高兴 都不能接受 这是弃离而不弃积 没有作用 佛法不是这样子 如果单弃积 而不弃离的话 这好像世间的三歌 好像世间的流行歌曲 人家听起来蛮好听 一听就会 和这个客家的三歌 他们在采茶的时候 在茶园里 东边的山上唱三歌 西边的人听到就会唱了 他这就是 弃积而不弃离 里面没有什么道理 听起来蛮好听 实际上不弃离 只弃积而已 如果单弃积而不弃离 好像三歌插旗 没什么意义 所以佛法是弃离而又弃积 古的说 说法不投机 附胜凡信事 假如讲经说法的人 说的这个不投机 不弃积的法 众生听到 他不能得到受用 不但是在佛法上 得不到受用 反而生起一种反效果的话 这个法说的就不契机了 那你这个说法没有用 反而自己要还信事 你接受信事的供养 说法利益众生 结果使众生不但不能得到利益 反而生起反效果的话 那你的说法不但是没有功德 而且要生起罪过了 例如有人 他也讲这个 破除众生的执着 破之本来是对的了 但是他破的不对积 那就出问题了 有人说法 他看那些老太婆 哪念桌念佛 你哪念桌念佛呀 你不好好念了 将来拿到这个阎罗王的贴链 那就糟了 他这一听害怕了 他不敢哪念桌 为什么 哪来哪去 将来变成阎罗王那边的贴链 那不自己找自己麻烦吗 他就不难念桌了 这个说法就是不契机 不但不契机 而且生起一种反效果 老太婆她不念佛 你叫她念什么 你跟她说什么三法印 一时相印 她能懂吗 她简直是莫名其徒弟躺了 因为你叫她好好念 阿弥陀佛 她会乖乖地念 好好地念 她倒是蛮受用的 你一叫她不要念佛 那糟了 你叫她修什么 现在有些人很奇怪 她就是喜欢唱高调 唱那些高调 不是说没有道理 是有道理 但是对那些老太婆唱高调 那是没有用的 他们都不知道受用 你只叫她念阿弥陀佛 她会念 蛮不错的 现在就说 念佛没用了 好好地参残 或者是念佛是谁 她听到念佛是谁 就我 都是以外的 她根本就不懂这一套 所以说法不定要弃机 纵然弃理 假如不弃机 没有用 现在有些人 说法就是往往不弃机 或者是弃机 而生起这个 不省 不省和服当时的礼仪的作用 生起反效果 例如现代人 有些在提倡念 阿弥陀佛 他念阿弥陀佛 他偏偏有阿 人家阿了几千年了 他现在又阿起来了 跟人家阿 隆德那些老太婆 阿也不对 阿也不对 一句哦一句 啊哦哦啊啊 那么将来 你叫他往上啊 他不晓得是阿弥陀佛来接 好还是阿弥陀佛来接 弄得他两方面都抓不到 把兵了 将来就麻烦了 别说是要一心不乱 变成多心散乱 这不是糟透了吗 你这个红法 红的什么东西呀 结果众生没有受用 就破坏佛法 所以这个飘心利益的人呢 没有注意到这些小问题 只说了一句话 整个佛法垄翻了 搞得天下大乱 现在这个欧阿的问题呀 太乱了 你不相信你到外边去听听看 从基隆厅到屏东到横春 每一个地方也有欧的阿的 阿的欧的 欧欧阿阿 只是一句欧弥陀佛就搞得天下大乱了 别的佛法不必谈了 谈什么 你跟他讲四教五教 他一句欧弥陀佛就阿不好了 欧不好了 所以现在的佛教问题实在太多 问题实在太多 我讲这个离题太圆了 还是收回来吧 现在这里讲的圆满修多罗教 华言经的内容 为什么叫做圆满呢 有两种意思 第一 他把佛自己亲证的佛法呀 彻底的表露出来 所以华言经讲的就是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如果有人问华言经讲什么呀 很简单 一句话就会答复 佛的境界 佛 他自己成佛了 他悲心太切 他这个慈悲心啊 赶快要表露出来了 所以他一成佛了 他自己亲证的受用 马上就把他表达出来 马上表达出来 他把他亲证的佛果的境界 从始至终 在一部华言经里面 说得清清楚楚 彻底表露无疑 所以叫做圆满 这是第一 把佛的亲证道的境界 完全在华言经里面表达出来 那就是佛的境界 所以叫做圆满 最圆满的了 以原音而代原国的 究竟圆满的佛境界 彻底在华言里面表达 假如还没有说到的 没有表达出来的 那是中文没有翻译过来 而不是华言经里面 没有 开头讲的时候就说 这个华言经有上 有上中下三本呢 现在翻译的就是 列本的华言而已 所以佛的境界 在华言经里面 彻底表露 那就是圆满修多罗 就是第一 第二点 佛不但是说 他亲证的境界 连从出发菩提心 一直到修行 经过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这些四十一个阶位 乃至前面的十行位 所有应当修应当学的 种种的减刑功德 福慧二言 在这个华言经里面 说得最清楚了 所以华言经在十住品之前 例如说的 进行品 还有这个 玄熟品 这都是说的十性的道理 但是他没有一性一性分别 就是了 那么从出注以上 就是详细的分别 十住 有十住品 十行 有十行品 十回向 有十回向品 十回向品 说得最清楚了 有十一卷之多 十地品 十地有十地品 有六卷 十地以后 讲的都是 等觉的境界 一直到历世兼平 都是等觉的境界 那么对这个 出发菩提心的修行 从出发心 一直到成佛 由性而结 由结而心 行 由行而正 性结 行正的四个阶位 菩提道上 应当走的路线 滑眼睛里面 说得清清楚楚 一点也没有 剩余 没有遗漏的 所以叫做圆满 那么这个第二种的圆满的意义 就是说明从出发菩提心 修行 修多罗教 佛经界 活盘托出 说得最圆满 从出发心修行 从因治国 因因果果 说得最彻底 最圆满 所以叫做圆满 修多罗教 那么这个道理 上弃诸佛 所说的 这个法离 佛佛道童 诸佛所证的境界 都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那么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都上弃诸佛之离 下弃众生的根基 都是属于菩萨道 大圣菩萨的 出发菩提心 一直到成佛的根基 都能配合 都能适应 所以气力气机 圆满修多罗教 这个教字 有些本质 只叫做圆满修多罗 没有教字 这里的本质有教字 有两种本质 如果你看到 其他的四教义的本质 说圆满修多罗 没有教字 也可以的 究竟原本有没有 现在没有办法去考证 这个没有多大关系的了 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就是 这是鲍山佛说的最圆满的华言大教 固言顿教 这句话 总结上文 判部属顿 判定华言部 是属于顿教 所谓顿教 它也有 教部与教相的分别 这里是 这里是越不明顿 越不 判定它是顿教 什么叫做部啊 例如一大仗教里面 它分的部类各个不同 以华言同类的 就叫做华言部 以欧汉同类的 就叫做欧汉部 以宝基同类的 就叫做宝基部 以大吉同类的 就叫做大吉部 以波热同类的 就叫做波热部 以法法同类的 就叫做法法部 那么这个部类的分别 现在这个华言经 佛初成道说的 就是属于华言部 越华言部的顿时而说的意义来讲 判定它是个顿教 这叫做顿教部 顿教部 但是也有教相的分别了 顿教部又有顿教相 在这个教官教中里面说的很清楚 华言 若不来判定 它是顿 另外有顿教相 如果若顿教相讲 那就不止华言可以叫做顿了 建教里面也有顿正之相 甚至生文教里面也有顿正之相 例如佛在世的时候 有善根成熟的众生来跟佛出家 佛一见到他来了 说善来比丘 须法自乐 一文法当下就正俄罗汉国 这是顿正 顿时正到俄罗汉国 生文人一听佛法 顿时正到俄罗汉国 就是普通一般人一听佛法 顿时正到出国徐头院 这都可以叫做顿 但是这个顿叫做顿教相 这种的顿相 不但是华言由 建教里面的建出建中建后 就是欧汉方当波罗里面都有的 都有这种的顿教相 文法以后顿时正国 那就是顿正之相 是越表象论顿 听到佛法顿时正国 那叫做顿教相 这里是越经论的部类里面分别 越不分别 它是顿教部 华言是顿教部 当然里面也有顿教相 但是越顿教相 讲就不单止华言了 后边的建教三件里面 也有这种顿教相的 这个要善能分别 指一字之差 现在这里是越不叛顿 不是越像 越不叛顿 另外有顿教相 那是通一后边三件的 这类道理都要很细心 否则我搞不清楚 其次 顿教部里面有两段 还有一段没说的 上面是正是越不明顿 越华言不 说明它是顿教 还有一句第二颗小颗 基教坚拳 基教坚拳 银字下第二 基教坚拳 如果越当时的根基 听众的根基来说 跟所说的教法的 这个华言的教典里面的内容来说 当然都是远顿 但是也有间带 有权 神教方面的法在里面 看出正文 下面有两句 若越基越教 无以免坚拳 这一句就是说明 基教坚拳 如果越当时华言会上的听众 基 根基 根基 指众生 指听众 就是前面所说的 四十一位法僧大使 俗世上根成熟的天龙八部 这些听众的根基当中 来加一分辩 还有越这个华言经全部的教典里面的内容 来分辨 未免坚拳 虽然是一时之道 虽然是顿教 但是里面 也有坚待拳桥方便的道理在里面 也有坚拳的 为什么知道他是坚拳呢 下文就加一说明了 为出发心识 变成正觉 等文 为圆基 说圆教 这是顿 是圆 出处说 虹不刺地 在为 为拳击 说别教 这两段文是说明这个坚拳的意思 击教坚拳里面 刚才说的那两句 那是总说 下面是分别解释 那么前一段是解释是圆教 是顿 没有错 为 只下文来解释上文的 越基越教 未免坚拳的道理 为什么说他越基越教 有坚拳呢 居所备的根基 里面有圆教的根基 也有别教次第的根基在里面 因此既然要应激说法 那么这个教 能备的教 能够教化的教 这个教法就指经呢 指华严经 那么这个华严经 既然是对这个原别两种的根基 是教 应当也就有识有权了 里面也有识有权 识就是原教 权就是兼有别教 那么先说他这个原始的道理 初发性是变成正确等文 就是华严经的文字 警华严华严经 还行识里面有说 初发性是变成正确 知一切法 真实自信 具足会声 不由他物 这是警义华严的文字 因为智泽大师当时他在水潮 他所看到的华严经 是锦义华严 唐朝 施财兰陀翻译的八十华严 智泽大师没看到 因为智泽大师在水潮 开放17年就入面了 施财兰陀翻译的八十华严 是唐朝到武则天的时候了 所以 八十华严 智泽大师没看到 那么这个法发悬议法发文具 末后指冠里面所引证的 华严经的文字 都是锦义华严 都是六十华严的 六十华严的文字 那么这个初发性是变成正确的经文 也是在锦义华严经的还行评 还行评 行修行的行啊 如果修成了叫做恨 还恨评 正在用功的时候就是行 还行评里面有说初发性是变成正确 初发性 这不是指我们反复的初发性啊 你不要空欢喜啊 我初发性就成佛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佛了 不过我们的佛呀 是理计佛呀 是明明随物器 渺渺不知归的 这是我们是理计佛 不是那个究竟佛了 这个所谓初发性是变成正确 我认识这个初发性是指初柱 初柱 十柱的初柱无意叫做发心柱 初柱叫做发心柱 原教初柱就是分破无名分正法身 它就能够视线在一百个小世界里 视线八项成道 能视线成佛度化众生 能转法轮 所以叫做初发性是变成正确 原教初柱菩萨 它就能视线在一百个小世界里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视线成佛 八项成道 这是初柱的原教的菩萨 那么这一类的文字 等文 这个还原经里面这类文字很多了 用一个等字来概括 例如说 比如说 《仅易》 《黄元经》里面有如来灵菩萨首说的句诵 他说 心如公化师 化种种无印 一切世间中 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一儿 如佛众生而言 心佛极众生 四三无差别 那么他说心跟佛跟众生这三种没有差别 那么这是原 这是原意 是原教的实意 那么这个等字包含这类的文字 在华言里面很多 这是举例 所以这就是这类的文字 为原经说原教 为原教众生的根基 跟他说这个圆满圆满的教法 就是原始之教 就究竟佛果的始教的教法 可以因这个原教的根基 而说的这个法 但是华言经里面也处处说 黄不远永的黄不的道理 所以说处处说黄不次第 黄不次第 这为全基说别教 例如说十祖 初祖二祖三祖一直到十祖 它这个阶位分明 从一到十 阶位分明 十行也是 初行到十行 次第分明 十回向也是 次第分明 乃至十地 第一的欢喜地 第二的驴沟地 一直到第九法源地 第十 这个 第九三位地 第十法源地 它这个十地的结尾 住行向地的结尾 说得很清楚 这是所谓横不 按照顺序次第 初住就不是二住 二住不是三住 初地不是二地 乃至九地不是十地 它这个行步 一行一行四地 很清楚地分得清楚 一点不麻烦 好像登楼梯一样 上楼梯一样 这类的文字啊 就是对全击 说别教 这为全击 说别教 那个为字要读 祭生 就是为 为他们 为这个全教的根基 跟他说别教的道理 别教虽然说中道啊 是但中 中而移 不能松照 不是远中 中而移的中道 所以别教啊 他初发性学的时候 他是很有次第的 照规矩来的 所以属于建教的次第 那么这个华言经 虽然是顿教 但是里面 为了要配合众生的根基啊 华言会上 也有别教的根基 有别教的根基 所以佛就对他说 别教次第横步的道理 那么这就是 兼待说别教 因此啊 在法法式教里面 华言是正说原教 兼待说别教 这里你可以翻说 前面的那个表 那华言兼 你看那个表上 五十八教全是总图啊 华言的兼 那个兼呢 就这个道理 华言兼 正说原教 兼说别教 这个兼是兼别 不是兼远 但是不是兼远兼别 因此 华言的教理 是远兼别 中国佛教 尤其到了宋朝啊 都有这个门户之见很深 彼此往往因为教义方面 会发生很多的争论 例如这个天台中 跟这个贤手中 他们彼此就会发生这个 教义上的彼此不同的看法的辩论 天台中把这个华言兼判远兼别 贤手中 华言中 他听看到就不高兴 好像把他编低了 认为只是把法法 抬得很高 把华言编成圆兼别 这种的争论啊 实在是无谓之争了 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不过是只是判定 活着应激说法 那么因此这个选手中啊 他有一种另外的说法 他说有同缘 有别缘 但是呢 我的华言呢 是特别的缘 他自己加一个别 他把那个别子 拿到上面投上去 那么因此 他要把这个自己的 华言的身价提高啊 他就说 我这个华言是特别的缘 那么你的法华经的缘呢 是同缘 这种的争论啊 实在是无谓之争 就好像小孩子玩玩具啊 彼此比较圆的情况一样 这是无谓之争 没什么意义 实际上不必 彼此平等 金刚经说的很清楚 事发平等 无有高下 要无贵贱 应病者良 不要老是对这些 名向上升起争论 所以应当对教理啊 我们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 不要主观太强 那么应当以客观的态度来看 佛说法 他是应激说法 说他是缘间别 只是说教理商 他应激说法 因为有别教的根基 当然就带有别教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 否则他怎么能够应激说法呢 下面总结说 故越不为盾 越教民间 这是总结 基教坚权的意思 这是总结 那么如果要细细的分别 基教坚权 这一颗又可以分三段 我想不要分得太细 如果要分三段的话 若越激越教 未免坚权 这是总说 为初发性是变成正觉等文 为原基说原教以下 就是别师 这是正说原一 下面是处处说横不次第 这未全句说别教 就是间别 说间别的意义 就坚权 那么这是别师两段 故越不为盾 越教民间 这是总结 总结上文 所以基教坚权 这一段文 如果要细细的分的话 又有这三段 这是我的分法 不能拿这个课本上的 我用这个表来对 上面的表啊 跟我判的情况不大一样啊 你只看我在黑板上写的 这个科判 对照起来 看清楚 懂得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课 这个正文里面的 上面的科判呢 他是根据这个 普洪记里面的科判 也就是私教育脊里面的科判 编进去的 那么当然他有他的道理 但是我想要我们初学的人容易明白 所以我重编这个科判 那么上面这一段文 都是说以基教坚权的这一科 那么总结就说 因此之故 越部内来判判定 那么华言经是顿教部 越教民间 如果用内容所说的教义来说 固然是原教 但是也尖带有别教的道理 那个尖呢 尖说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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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就是越部判 啊 这个顿教第二科别师 封三段第一越部判 到这里说清楚了 下文呢 越时判 越时间 就是华言经里面 越日出的时间呢 借这个道理来判定 判定这个华言是属于顿教的道理 是越时判定它是顿教 越时判 证文里面写的就是 此今中云 比如日出 先造高山 下面一个小处写说 第一时 第一时就是华言时 啊 这一行啊 这一行就是别师的第二段 越时判 越说法次第的时间来判定啊 它是属于顿教 啊 此今中云 此今是华言经啊 啊 锦义六是华言的第三十五卷啊 叫做保王如来信其评啊 新义的华言经也有 因为现在它是根据这个锦义 所以我们就照锦义来说明啊 锦义华言 在第三十三十五卷 保王如来信其评 是在第三十二评 第三十五卷里面的经文有这么一段文 比如日出 比如日出 先造诸大山王 四造一切大山 四造金刚宝山 然后普造一切大地 那么这里说 比如日出 先造高山 就是根据经文所说的 比如日出先造诸大山王 那个诸大山王就是高山 好像早上一出 太阳一出来 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 这个日光出来的时候 刚刚一出来的时候 他这个光线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 高山的山间最先照到 高山的山间最先照到 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把高山 诸大山王 比作菩萨 比作法身菩萨 正道法身的菩萨 日比佛 光比佛说法 佛一成佛了 最先说的法就是 好像日出 赵大山 赵高山一样 就是为这个法身大事说法 因此一成佛的时候 为法身大事说法 当然这就是遁教 所以遁 遁教的这个意义 这是月时间 好像日出赵高山的情况一样 判定他是最先照到的 就是高山 这是月时判 到里面说完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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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天主是爱 因着爱创造了我们 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爱 慈悲没有定义 慈悲不活对立 感受到别人是第一种方式的爱 和在一起的方式的方式 感受到一种方式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疫情在整个世界蔓延到确诊已经超过一亿八千 甚至往生者也达到三百八十多万 感谢上天我们台湾一直是很好 防疫做得很好 成为大家羡慕的魔幻生 但是因为大家稍微松懈了 所以最近有一点疫情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 不舒适的地方 甚至学校要停课 一些遗乐场所也不能进去 所以我们都要关在家里自行隔离一样的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稍微分享一点的经验 就是信仰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支持我们 因为在这最我们所说孤单的时候 我感觉到天主与我同在 所以我好像过得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生活一样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一次的接力 的方式来提醒各位 能够让我们每一位静下心来 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而打乱我们的平常的生活 当然有一些在家庭 由于疫情的关系 产生了一些亲子之间的疏远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疏远 但是这些都不会中断 我们的这些亲情跟友情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段期间 善用保持在家的时候 在跟自己的亲人可以建立更好的关系 我蛮多的同学给我来电 他们都不能外出 甚至教会的聚会仪式 甚至我们很隆重的弥撒 都不能主持 所以我突然想起我们圣经中 有一段诗句 就是你愿意人怎么样带你 你也应该怎样方式来带他 这样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大家可以互相帮忙 很容易地就渡过这种难关 所以我期待的这种的力量 能够带给我们整个台湾地区的百姓 跟着我一样的 很轻松就过关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祈求上天 祝福我们大家平安喜乐 各位面对新冠病毒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还有警销人员 还有我们社会大众 这一年多来各位辛苦了 这个新冠病毒 从2019年年底一直到现在 看起来好像是情况是越来越严峻 那么在这段期间 虽然我们全民总动员 大家也很配合 但是因为这次的病毒疫情 可以算是国际性的 世界性的瘟疫 是一个大流行 所以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有很多人面对这个疫情 就陷入身心非常的焦虑 今天趁着这个因缘 我给各位有一些小小的意见 从佛教的一个教理 叫做三法义之一 叫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的意思就是说 这世界有一个不变的道理 就是它永恒在变化 也就是说一个不变的道理 就是它不断的在变 换句话说 一个良好的状况 美好的生活 变成不好了 这叫诸行无常 这个行就是现象界 这个世间的现象 它一直在变 比如说春夏秋冬 人会有生老病死 世间会有沉住坏空 所以好的现象变成坏的 是诸行无常 但是反过来讲 不好的状况 有一天也会变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秉持信心 你说这个病毒 它虽然现在非常严重 但是不会永远 永远存在 所以我们要保持 非常强烈的正面跟信念 然后这里面 我给各位建议说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切入 首先从个人来讲 个人的身跟心的问题 因为这个病毒 害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 有一些对外的行动 那是不是刚好 有一些给自己一些时间 给自己一些空间 好好来检视自己的身心 比如说你把自己的迷力提高 把你是个人的卫生习惯 比如说政府都教我们说 要勤洗手戴口罩 然后有一点很重要 叫做远离厄园 什么叫远离厄园呢 比如说我们人要去哪里旅行 我明知道那里有流行病 我偏偏要去 那就很危险 所以现在政府都叫我们说 查出有没有一些 跟病毒的接触史 所以就减少接触的 所以叫远离那个厄园 所以这个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所以从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们要很多做一些改变 其实你说我们被关起来 被隔离了 那是不是给自己留下空间 做什么事呢 以前忙碌的时候 没有时间去整理的东西 所以这次有人说 就把一些老照片 一些成年堆积的衣物 整理出来 就送人等等 所以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留一点时间 跟家人相处 所以听说呢 有些妈妈因为孩子也不能去上学 用远距教学 你就可以更了解 有一种亲子关系 所以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看它完全都是不好 古人讲 赛翁是马 焉之祸福 当然我们希望这款赶快过去 那当然要在心理上的自我建设 所以 也就是说要保持正念 非常重要 用非常好的态度 非常好的心念 比如说有的人你要持咒啊 诵经啊 念佛啊 甚至你做祈祷 都可以 意思是说 大家有共识 不要听一些假的新闻 我相信这个病毒呢 在我们各位这样的努力之下 一定会迎来春天 祝福各位 大家都身心健康 在我们人生当中 常常会碰到一些混乱的情况 有的时候是身体的健康出了混乱 有的时候是家庭或伦理关系出了混乱 有的时候是工作职场出了混乱 可是这一次的疫情 是一个空前的大环境的混乱 它的影响跟冲击都是巨大的 可是我们仍然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 甚至我们仍然要用一个更积极的想法 把这个混乱当成一个契机 在这个混乱里面 找到新的方法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绝望的处境里 每天担心受怕 每天惶惶不可终于 反过来 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态度 去把这个危机 看成一个新的契机 我们要去细致观察 这个混乱状态里面 出现的新的机会 我们要去设想 这个危机过了以后 出现了新的秩序 然后 我们要学习新的技能 这样 在危机过了以后 我们就像 经过一场喜悦 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面对一个全新的平衡的状态 让我们为台湾的疫情加油 为台湾加油 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好 我是台北的高细军 我跟大家很高兴地分享 在现在全世界 这个疫情非常严厉的情况之下 我们彼此要鼓励 彼此要分享 彼此要有信心 在过去很多的时间里头 很多的政府把他的资源 是用在对付所谓有形的敌人 买很多武器 花几千亿等等等等 就是要对付有形的敌人 结果发现 今天真正危害我们生命 是那些无形的 看不到的病毒 比如说美国 几千亿几千亿造了核子武器 结果死了将近60万人 60万人 没有一个人死在武器之下 而死在病毒之下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人类 我们用钱 我们资源的使用 一定要有智慧 我常常讲 政策的错误 比贪腐更可怕 这是在我们台湾 我们在很多方面 似乎做得很好 但是很不幸的也发现了 我们几乎现在 有将近有549人 是死亡了 也没有死在任何 敌人的枪炮之下 人家来轰炸我们 人家来攻打我们 没有 就是在无形的细菌里头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之后 我们大家一定要把以后的资源 用在那对的方面 现金大师讲 我们都是一个地球人 globalization 有的人说我们在同一个船上 事实上可能更真实的叙述 是我们大家都在一个井里头 一口井里头 井是那么窄 井是那么浅 井是那么样的封闭的 所以大家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有资源的要跟不同的来分享 如果是你今天我们有一份力量 就要尽一份力量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要了解到 我们千万不要再把这资源用在武器上 而要把它用在医学 教育 交通 各方面 谢谢 天佑台湾 有你真好 活出爱 有你真好 人人行山好 世界更美好 做工的人加油 活出爱 有你真好 面对困境 面对疫情 我们要冷静宽心 小一点谩骂 多一点关怀 让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守护世界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